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权柄原文可以翻译成能力权柄 在新约里 他可以指赦罪的权柄 赶鬼或制服污尾的权柄 在这里耶稣强调 宇宙间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他了 换句话说 这一位拥有一切权柄的主 今天拆派每一位神的儿女 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当然他也将一病赶鬼 宣讲赦罪福音的权柄赐给我们了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是一个动词 而万民是民族群体 施洗教训都是现在分词 表明要不断的去给万民施洗 而教导他们 所以大使命的核心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而去施洗教训都是为了达成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这个目的的 因此耶稣颁布给历史历代信徒的使命 就是要不断的去 去到万民中间 传福音给他们 替他们施洗 教导他们遵守主的话 使他们成为主的门徒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 主耶稣应许 他就常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而主耶稣的应许是 每时每刻与我们同在 这是马太福音的总结 然而他不只是总结 更是整卷书的精髓 他与马太福音 一开头 对主耶稣的介绍 仍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遥遥相呼应